今天的讯息其实是上帝给基督徒的考题 如果有一场考试 题目未考之前都给了你 答案之前都给了你 你居然考试不合格 你已经叫做抵不抵死啊 给了题目给了答案 大家不要想着这么简单 今天就是讲这个考题了 我们仍然讲基督角度 基督角度是神把我们和罪恶女救出来进入神 同于我们同罪的地方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是一个程序 程序就是知错 你知道错你想改 就是怎样改 你跟着耶稣 谁知道你跟着耶稣 谁知你跟着他 对不对 你心心灵的恢复能力 在你身上发生的 还有到你成熟的时候 你有这种建造的能力 不是那种 常常不做事 做事打烂事 或者也不是那种 怎么办 不是那种 有你存在的时候 你就会成为什么 问题 你要制造问题 一个建造能力的日 是解决问题 不是 不是 产生问题 OK 好 我们带过 今天很感恩 今天讲到三条一 第111 三条一 三条一 迎接圣诞节 挺可爱 今天 今天的主题很简单 是第三个比喻 耶稣基督准备自己身后 进入被人捉的时候 讲了末世的三个比喻 做结论 最后一个比喻就是 绵羊和山羊 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外面也很看重这个信息 很奇怪 基督徒不看重 究竟讲什么呢 我们知道 在末世 耶稣说末世的时候 最后由三个比喻 来结束 我们讲了十个同类的比喻 又讲了财干使用的比喻 今天是要讲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这三个比喻里面 是分别讲三个主题的 要精醒 因为你不知道 你讲了 十个同类 在财干的时候 你要忠心 我有见识 今天的这个比喻 强调一个词 就是安时分量 安时分量 小心 这里有谁做事头 有谁做事头 举下手 做事头的要小心 因为上帝很生气什么呢 很生气你辞出粮 不是我说笑的 不是我说笑的 很多时候 我们 很多 教会奉献的信封 也有连一支经文 经文是什么 按照马拉基斯 马拉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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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是什么 十分一之后 神要祝福你 但是 但是 他没有给你看前面的几节经文 其实 前面有七样东西 六样东西 你不可以做 你做了之后 你奉献都没有效 你奉献都没有效 上帝都没有祝福你 就是说 你奉献有神的祝福 前面有六样东西 你不可以做 其中一样是什么 你辞出粮 所以 我就发觉到 很多基督徒做生意都失败了 其实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你辞出粮 维利公会去复兴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 曾经被人借过去 借过去 借过维利公会 借去太平维利公会做传道 我去到的时候很惊讶 很惊讶 怎样惊讶 我第一天报道 我跟牧师说 我到了 牧师和我吩咐 你应该是什么 之后一出门 出了牧师的office 一门出的时候 那个寺记在门口等我 我心想 我第一天上班 就被黑货拿到我 哇 嚇到我要死 原来不是 他拿一张职叫我签收 他第一天上班 原来维利公会 对全职人员的薪水 是你就工第一天就出粮 是先出粮 后就工 所以 上帝祝福维利公会 是有原因的 是先出粮 后来正做工 所以他绝对 维利公会 在全职工作人员身上 绝对不要出现什么 辞出粮 这个问题 但是 请问基督徒时候 你有没有信心 先出粮 你出了粮之后 你都火气失踪 哈哈哈哈 所以在欧美国家里面 是要避免这个问题 他们就小心 我们是 亚洲国家 是越未正出粮 越计 越计 如果你去岳数 做工的时候 你会明白 那些国家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每个礼拜计的 他们拜五出粮 拜五就给你洗 哈哈 所以没有借粮 所以每个礼拜出粮 所以那些地方的基督徒 他的生意就 用神祝福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是庆史祖今天要讲的话题 按时出粮 好 按时分粮的时候 是关键是 你是否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当你说你懂管理神的家 你有管理的恩赐的时候 神是怎样看 圣经的教导是怎样看 你是否有管理的才华 就看你 按不按时出粮 所以我听到一个 中国的管理学 讲到一个每个层次的人 在公司里面 每个阶层的人的工作的时候 我发觉他很有道理 很有理由 他说工人做什么 工人的责任就是做出来 对吧 我开历史多伦的 我开餐厅的 所以我请他工人 他就做出来 他就做出来 经理做什么的 经理 经理就是招生意的 经理不用做 经理就是要招生意 所以经理的责任就是招生意 他说得很奇怪 他说到仕头 仕头要做什么 仕头要做什么 他说得很清楚 仕头是负责什么 仕头是负责又捏入来 即是收数 你付好又捏 够捏出粮 够捏抓数 是谁的责任 仕头的责任 所以那些仕头 千万不要招屎 不出什么责地 很硬 那些地很硬 就是 你花光公司的钱 没捏出粮的时候 责行情不好 没捏给花红的时候 责什么 责政府不好 其实是初按照他的说法 所以按时分量 是谁的责任 其实上帝叫我们按时分量的时候 上帝很看得起你 当你是仕头 知道吗 所以你说 我不可以学 不可以学 你自己要做伙计 所以 抵你穷死一世 你不明白这个问题 国官 所以 所以 这个按照分量的教导 讲了山羊和绵羊 没讲之前 我们先低头做个祈祷 参加主耶稣,祈祷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知道末世有个大考 大考有个大题 但这个大题 你很早就让他们知道考什么 把答案都告诉你们 求你圣灵 自由充满我们 按着你的心意去感动我们 让我们明白这个考题 这个考试的重要性 以及谨记这个答案 按着我们一生同佣的年日 活出这个答案 让我们面对你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坦然的祷告 我们坚信上保罗所说的 必有尊贵荣耀为冠冕 为我们保留 主多谢你 诗恩怜悯 除铲除清除我们的无知 圣灵给我们智慧启示 让我们真知道 认识你的心意 和有这个能力 和恩高行出来 活出来有丰盛的生命 来见证耶稣 基督的华明 荣耀归主,随听我们的祈祷 恩怀我们的这个聚会 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 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山羊和绵羊 他不是说 很奇怪 耶稣说这个考题的时候 他不是说 绵羊和狼 哦 绵羊和狼的比喻 就是非信奴和基督徒 但是说山羊和绵羊的时候 耶稣一开始就说 这个考题 是教会里面 或者是教会外面 教会里面 所以兄姐妹,留心听 因为是关乎一切基督徒的事 所以 两只羊 是不是比大家 哪个英俊一点 是不是比大家 哪个多毛一点 或者看哪个角大直一点 是不是 不是啊,为什么那些基督徒 如果个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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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些基督徒 就从广场上 可以做 这里 Strong 我只是想读 到何会 那些基督徒 这个 他们说:"哎呀,感恩啊,神祝福我,我喜欢啊,可以多买一堂亚瑟。 你一听到这句话,你还说什么? 弟兄,我又换新款马斯利。 你给他来压力而已,你多辛苦? 你一句话就杀过你,弟兄,我刚刚换了一堂新款马斯利。 我刚刚给他来压力。 这样就是给谁的各个聪明。 你如果说不是,就千万不要说这样的。 所以在整个里面,耶稣这个经文说山羊和绵羊的时候, 它是主题,整个中心思想是怎样分。 怎样分山羊和绵羊。 不是比哪个的毛多 不是比哪个羊的肉多 不是比哪个羊的角比较大 是分类 虽然都是羊 但是两种羊是不同的 所以白话的这个口是什么? 就是说在我们大家见耶稣基督的时候 在审判台前 耶稣先将我们分类 你究竟是绵羊或者是山羊 在一个外观来说 山羊绵羊都是什么? 都是羊 所以好的基督徒和不好的基督徒 是不是基督徒? 是 真的基督徒和假的基督徒 是不是基督徒? 不是 所以你们听听我说 好的基督徒和坏的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 真的基督徒和假的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 所以分类了两个问题 生羊绵羊都是羊 在一个科学的分配里面 生羊的毛很粗、很硬、很硬的 但是不耐寒的 就是不要顶冷的 好奇怪 又粗、又强、又硬 但是不耐冷的 不得意啊 绵羊是怨油又谈顺卷毛 但是它顶得冷的 第一个表现的时候 像不像耶稣基督徒说什么? 不要建屋建在沙地上 大水一冲你就会淋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粗 看起来好像很大奸 看起来好像很健 很实正 看起来 看起来 不过水一冲就会淋 水一冲就淋 所以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是不是很有字呢? 耶稣说 生羊和绵羊 因为毛最重要是顶冷 不耐顶的 就是说 当有问题的时候 当有考验的时候 也有苦难的时候 你先死 什么? 你讲什么? 香港人讲什么? 好看? 大家都明白 明白就行了 好 第二个 外观 山羊的外观 公和哪 都是有秀的 所以你看山羊的时候 你比较艰难分公和哪 OK 知识呢 知识这个时代 开始这个时代 那个人进来 所以现在你索兵成德的时候 你不可以看人背脊 按照她的穿衣 肯定这只公是哪 真的分不出男还是女 OK 好恐怖啊 这个时代 是不是很恐怖啊? 以前我婆的时代 就不是的了 看你穿衣 看你打麻 就知道你是男还是女 现在不是啊 不知道你是男还是女 OK 先看一看 先认真看 小心看 OK 原来山羊 公和哪 都有秀 啊 绵羊 鼻大 是没有秀的 哦 好可爱啊 现在来说 只有公 还有秀 哪 没有秀的 它的味 是短 向上囂的 那个味 向上囂的 是什么? 好可爱啊 很多人说什么? 好囂的 咦? 好可爱啊 没想到这个问题 我查知道这个 我都傻了 咦? 这么可爱啊 绵羊呢 是长的 向下 短 很囂 什么意思? 半桶水 又很囂张 很有料 是向下 正如什么 古人说什么 那些河 河 很深的时候 河水又没有声 没有声 没有声 河的溪 很浅 那些水声 很吵 懂少少的人 是什么? 是扮代表的 那些很深奥的人 很少说话 一说话 是经典来的 你说 原来有这样的意思 我都知道 各 大部分有各 的 遣植液 念刀刑 即是stand by 攻击你的 刀 即是有多少能力的事 是流打 流时斗飞 山羊 各 是卷的 这个是 公哪都有收 这个是 公有各 哪都没有 即是说 你看绵羊 比较容易分 公还是哪 山羊 很加难分 因为公和哪 都一样 分不清 性格 性格独立 活潑浩动 哇 很活潑的 很Q 没有多知 大家 开不开心啊 其实 你说什么呢 山羊很爱自由 山羊 我说自由 没有弱促 我 你养山 绵羊 可以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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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看一看它,看一看它,看它可不可爱 可爱嘛,看到你旁边 可爱嘛 可爱之后,你又想一想 那只究竟是山羊或者是绵羊来的 哈哈哈哈 其实是不是这样分的? 是的,有个意思 耶稣不是说这件事 经文不是这样说 耶稣怎样分 耶稣怎样分 在经文跟我们说 很有趣的,经文怎样分 原来,在短点的两节经文 很多人说过,但很少人看到这样的事情 第一节经文,耶稣分的时候是第一点 是什么?这节经文 因为我饿了,你们让我吃 喝了,你们让我喝 我就客虑,你们留我住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身体的需要 是不是身体的需要? 我饿了,你让我吃 我喝了,让我喝 我没有地方住 我没有安全让你受伤 你留我住 第一点 第一点 是不是在说身体的需要? 所以 如果大家点头的话 你会不会相信 我带你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灵魂得救就可以了 之后你饿死也没问题 是这样说的 我们眼白白自己吃得好像我这么肥 有得我们弟兄姊妹饿死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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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因为考题的第一个前半是 你要顾念你弟兄身体的需要 为什么说? 你这样做是一个最小最小最无地位 最刚刚信耶稣最霸的 最无用的地上 耶稣说什么? 做在谁身上? 做在我身上 在耶稣身上 所以我们来说你灵魂得救就可以了 肉体等于死,饿死也没问题 对不对 不对 当你有胞儿 胞儿 有胞儿 有胞儿要疑刺 肉肚的时候 你不舍得买个叉烧包 或者请你饿饿 饿到 鼓鼓声的弟兄姊妹 吃一碟叉烧饭 你应不应该 在按照圣经的教导 可以拿你去窗币 按照圣经的说法 可以拿你去窗币 你看 你明白说什么? 当我们没有怜悯的心 顾念 另外一个弱小的人 的弟兄 身体的需要 你根本不配做基督徒 你不要骂我 耶稣说什么? 因为我饿了 你们让我吃 看到没有? 他饿了 这些图案很可爱 我饿了 你听到他表达他饿了 好吗?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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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案 这是什么图案 大家有没有看过 《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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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他的什么 他的佛跳墙爆了 之后 之后 他赶时间 之后 问他煮什么的时候 突然想到很容易 他煮了一个银帘叉烧饭 为什么他要煮这个银帘叉烧饭呢? 因为在食神很有钱的时候 在落泊 他拿到流落的时候 突然间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 有一个人 送他吃一碗叉烧饭 我们当中有个弟兄 饿到很落泊的时候 你会不会 请他吃一碗 银帘叉烧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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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哇 大家懂不懂这个字 这个字叫做 《护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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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衣》就是 上天给你的能力 上天给你的恩赐 上天给你的恩高 你会不会服事人 在《护衣》 《护衣》里面说什么? 万物点 结局近了 我们应该什么? 紧醒祈祷,按着恩赐做神知般恩赐的好管家 是不是? 父依和己依 你有这个能力,按着大家的能力去服侍,彼此服侍 是不是圣经教导? 当你很有钱吃,鲍鱼切冠套的时候 你死都不送他吃一碗叉烧饭 你逮不逮死? 你是违反了整个圣经教导 所以耶稣骂他,逮不逮不逮? 第二个耶稣说什么? 我学了,你们给我喝水 所以,昨天我们小组彼得哥发了一个梦 去追他的水虎 水虎是装水的 不过水虎掉落坑渠 一不小心装到坑渠是水 你会不会拿去请人喝? 是不是? 所以这个故事 他说这个梦影真的很可爱 不是,因为一直追水虎 为什么呢? 慢慢变成很多人,那些人就不见了 真的 按照今天说的讯息来说 我解决的梦就是 教会忘记了 看到人渴,泡水给人喝 连那个装水的水虎也没有了 就是热幼的 之前的《安在财干》 因此说什么? 热幼的,热幼的 冒的,连热幼的都拿了 你不爱给水来喝 连那个水虎上帝也拿走 你不爱嘛 连装水的东西也拿了 所以大家没有水喝 你不爱给人喝 连你也不用给你喝 可以这样的意思 这个梦 哈哈哈哈 渔幼的,渔幼的 渔幼的,渔幼的都拿了 所以 你在这个角度说 你看到你弟兄口渴 口渴不一定是水 他很想有一件事 他很想你临路这么辛苦 和要做 和要捱 比那些年轻人更厉害 用力 其实是有东西渴望的 不是这么老,这么辛苦 要捱做什么 但是 你们看到他的需要 你看到他很渴的时候 你有没有活水给他呢? 你和有水虎嘛 大家看看你自己 大家看看自己 你水虎有没有不见 你有没有装到水啊? 你看到别人渴 你有没有水给别人喝? 所以我老婆很爱啊 老婆常常戴水虎啊 哈哈哈哈 很害怕我 很渴 哈哈 第三个 我这里说的 身体的需要是阿座 客虑的时候 你们留我住 上帝祝福你 有一间这么漂亮的屋 当有个弟兄流到街头 这样灯灯的时候 你敢叫他去你家住吗? 哈 好臭啊 不知有塞墓啊 有木塞墓啊 你知不知道 木塞墓很难消灭啊 牧师 你不明白的了 你这么骯髒 你这么骯髒 你可不可以请他去洗凉 你再害怕的就放消毒水 再去洗凉 买剑药水给你洗凉 可以吗 我怕什么木塞都死了 你这么害怕 你这么害怕 你家里没有多疑的衣服 请你悲壮吗 你这么害怕 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是理由 神而祝福基督徒 那些基督徒而拥有的时候 那些东西是想着他是他的 他会给神用 昨天我们很开心啊 因为 换了一间更大的屋 他有一个心愿就是 我们的小组可以 帮更多人 在这样讲话的时候 表示什么 他愿意给神用 神祝福你大车 你愿意再人 神给你一间大屋 你愿意再给神用 做一些福音你工作 如果神祝福你有第二间屋 你愿意 如果你租不出的时候 你愿意给那些贫穷的弟兄姊妹住 又有多疑的一间店 又租不出 你愿意给人家开教会 你愿意 你愿意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买很多店头 他们都有一种这样的官僚 不是基督徒 很粉丝 你知不知道 你开教会 其实有很多人愿意免费给你用 店头 连外面的人都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个地方不忙 倒闭的 捉不出店头 但是呢 只有在一间教会 在那里几年就已经很忙 所以你知不知道 很多有智慧的 很多店头的有钱人 很喜欢帮那些教会签勤 我给你免费用三年 不过三年我就要收回 OK 免费了 听不清楚 弟兄姊妹 他不是基督徒 他都看到一个现象 有一间教会 没多久这边是黄的 弟兄姊妹 连非基督徒都明白这个道理 基督徒不太明白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他怕 其实这个道理是为什么呢 这个话是什么 亚伯罗罕接待天使 因此亚伯罗罕接待天使 拯救了罗德的一家 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接待那些人的时候 你不知道不小心你接待天使回来 虽然他是刻意 但是你不知道 因为你接待这个黑衣 你看先知书又说什么 你去招待那些贫穷弱势的孤儿寡妇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你做大耳窿 你们不要怀疑我说错了吗 其实真的意思是真的 就好像你做大耳窿 借钱给上帝 你知不知道大耳窿最恐怖是什么 那些利息很高 但是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好像做大耳窿 借钱给上帝 上帝还你很高的利息 上帝还你很高的利息 上帝还你的钱是更加多 他说什么 正义借给上帝 上帝必贵 利息大本全还你 很奇怪 很多弟兄姊妹不做 其实我有几个洛婆做生意的基督徒 去很惨的时候 找到我 不是个个 不是个个 你不要这样 赚钱比较 不是 有两个人 我帮他祈祷的时候 神跟我说这句话 跟他说 他就快破产了 就快破产了 支持他同友的钱 就快破产 差很多钱 还钱的时候 不是赚钱 神叫我跟他说 将你剩下的钱 去派给流浪汉 去单亲妈妈 使用你去奉献 去沽县 你去奉献 路人烟去奉献 将你剩下的钱 奉献出去 我心想 是不是死快点 我自己说 都要这样想 神叫你死快点 这人人当然很坏 神这样弄他 但很惊讶 钱都派完的时候 有一帮美国来的基督徒 看到他们做过事情 说这个人不错 之后 原来这帮基督徒 拿了 那时候是谁做的 是Busse的儿子做总统 是因为拿了 他拿了军方的 那个contract 是他拿了美国军方 六方 做三的合约 他 美国做很贵 他又不去中国做 所以他说 你马来西亚做 就 找人 其实没有公开的 找人 就听到这个弟兄的消息 这个弟兄是验报 验识 他做的生意就是验识的报 被中国开的时候 被中国打死了 差不多过产 突然间 他做这件事的时候 牧师姐 那个弟兄不错 因为维利公会 他来到的时候 牧师姐姐 他说 祖师很辛苦 很惨 产了很多 他仍然做很多 善事 按着神的心意 怜悯人 说那帮弟兄听到 很开心 我可不可以帮你谈谈 那帮弟兄突然发达 那帮弟兄突然发达 你想想 美国军方做 那个兵的 要衣服 你说多大的生意 价钱给到他很好 那些钱肯定很好收 每件 那时马来西亚一路跌 他出马币 收来收每件 你说发不发 发到猪头 哈哈哈哈 不过人好像猪头 你接待天使 你很难不明白的 你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才明白 为何常利叫 有些钱散掉 更加发达 更加 比以前更加有钱 在中国两沟前 打落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生存 感恩 所以第二点 在这里的比喻里面 第二点 第一点是什么 是 你是否看到 联敏 供应 人 身体的需要 第二点 你发觉到 这个经验是什么 我赤身奴体 你们被我穿 我病了 你们来看我 我去监侣你们来探我 是说什么 是说 心理的 需要 你要发觉到 这三个比喻是什么 我赤身奴体 就是说 我发生事 我没有很丑 我没有了尊严 你可不可以为他遮盖 第三 我病了 我弱了 我跌倒 我躲在家 不敢见人的时候 我没有能力来教会的时候 我没有能力自变的时候 我没有能力做任何事的时候 你会不会来 没有叫你医他 你有没有去看他 看顾 照顾 看和照顾 看和照顾 第二个看 错监不是看 看他而已 第一个不是 他病了 弱了 你看和照不照顾他 知不知 好沙玛丽人人 对 对 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考题是考什么 心理上是坏的 赤身奴体是代表什么 一个人没有了尊严 他很丑的时候 没有穿衣服很丑 他很丑的时候 他做了一些坏东西 被人知道了 他没有自用的时候 你做什么 你起来做什么 你或者 你可不可以给他衣服穿 很多大多基督徒做什么 看电影 说是非 踩多两脚 落井下石 你知不知道 怕他不要死 怕他丑业 没人知道 拔命是否死 打电话你知不知 阿彼得你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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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属生你知不知 阿彼得你知不知 阿彼得你知不知 怕他不丑丑 阿彼得你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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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做些事,讲些事,好像衣服,遮丑部,帮他遮住 或者你怕他不够丑,你落井下石做多些 其实这个没有衣服穿不是真的没有衣服穿 而是当一个人怨弱的时候,当人出丑的时候 你会不会遮盖他? 你知不知道大卫的太婆是谁? 叫劳德 你知不知道在劳德的里面,波阿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遮盖劳德 所以,突然波阿斯就成为大卫的太公 所以他的名字就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 波阿斯只是做一件事,遮盖劳德 遮盖劳德 遮盖拿罗美一家的丑事 遮盖 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出现丑事 你愿意遮盖他的时候,不知道的 以后你就兴起了一个大的牧师 很有恩高的牧师,所做的一切 你知道什么叫一本万利的生意吗? 在属令的原则就是 当你看到一个顶尖很丑的时候 你遮盖过去,是一种一本万利的生意 做生意的,你喜不喜欢? 一本万利的生意 出一点,赚多多 长期有得赚死你 赚福坟 给人家衣服穿 人家没有衣服穿的时候 你给人家衣服穿 人家出时遮盖过去的时候 是一种一本万利赚福坟的好手法 弟兄姊妹 所以千奇,你回来说 当你看到弟兄姊妹出事的时候 你开始做三姑和六婆 大家知道我说什么? 在这道八,在那里描通天 在那里描通天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一个很蠢的东西 叫做一本万和 为你招和 让神的咒座 让神的打压 临到你和你自私身上 所以说是非的人 通常没有很下场 弟兄姊妹 小心 在教会里面要小心这东西 所以 耶稣问有个问题 我病了,你在哪里? 弟兄姊妹 当你来到一个弟兄姊妹 听到他病了 你是在追着韩剧 或者日本剧 或者中国剧 或者介绍我看什么好戏 或者追着病免灯 打病免灯啊 托马斯卡 或者在哪里好吃啊 我病了你在哪里? 耶稣问我病了你在哪里? 或者你好不像这个姐妹 去探她 去看顾她 照顾她 这个照片 挺真 包括你的亲民青 他病了 你又没有看她照顾她 你听到消息的时候 你怎么做啊? 我坐牢的时候 你在哪里? 病啊,你去看 照顾一下 坐牢不用照顾 你没有权就去 你会不会去探她 去探监啊 会不会啊 顶姊妹 你想要好好讲 或者,你做什么 你看众 看众 嘩! 他出事 你在哪里看 derni Select 你没有说 你都是看众 你看你怎么死 你为什么这么招职啊 一个耳..., отдПН出事的事情啊 嘩! 他在那里看妃 可以抠掉过 faucet 所以这张咖啡戍 中国都是喜欢的 我不知我不会在哪里抠掉过uyu 外面的人说什么? 这个社会上真正的心疼心疼 真真心疼你的人很少 想看你的笑话很多 如果这个情况来到教会 是否可怜? 淒不淒凉? 顶尖会出事的时候 很多人在看电影 在这里说是非 很少有人出手去帮你 这个教会就死了 差不多就死了 就快被上帝打了 小心 圣经说什么? 神将那个灯台拿走的时候 我们是因公夹凄凉 顶尖之妹 我们是去关心他 是遮盖他 是去看和照顾他 而不是看电影 而不是看电影 而是当笑话来看 不是 顶尖之妹 要把这些思维拿走 这些都是来自魔鬼 不是来自圣经 所以 大家懂不懂分 看电影是绵羊或者山羊 那只绝对是山羊 耶稣 耶稣说的面样 所以我选这张照 漂亮不漂亮 可不可爱 耶稣说的面样 正如类似这个相 那样 那只羊很可爱 看着你 你看到你旁边的 像不像这只羊 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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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idity 按照这道理 这道理 依然是要根据 在心理学 这人研究人类的事情 他发现人类 有五种需求 是心理、身体和心理加,教会加那种东西 加意义 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使命 祖教基督徒应该有使命感,有意义 不是经常说,你要听我说,你要跟我说 你不用想了,听我说到对了 你信服信从,不是这样的意思 读义不措施,你说什么? 使徒、先知、传道、牧师和教师 为了什么?为了盛传圣徒 这句话跟你说什么呢? 是不是我做领导,我做牧师 我讲了使命,大家跟我 大家要听我说,大家跟我说 大家要为了我的呼召 将卿家的堂产变成一切逢遍给教会 之后,将你人生二十四师 连这条命都不要 为了完成我的呼召 是不是这样教导? 如果你读经文,读清楚一点,以忽所思 使徒、先知、传道、牧师和教师 是为了承传圣徒 圣徒是谁? 看你旁边的人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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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你做什么? 我说这条肥子你做什么? 为了帮助你 神对你的心意 神对你的计划 神对你的呼召而存在 你不是为了我呼召而存在 大家记得 牧师是为了信徒 神对你的呼召而服务的 是帮你 帮你找到神对你的心意 帮你找到方法 如何去完成神对你的呼召 帮你找到方法 掌自利 章自利 你可以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去完成神对你的呼召 牧师做这件事 牧师不是做什么? 牧师不是拿来做来骂人的 所以很奇怪 有些人跟我说 你不是牧师 你不骂人 我心想 牧师一定要骂人的吗? 这个观念 牧师的职责是让 我所目的羊 清楚 神对你的心意 神对你的呼召 以及帮你 激起 或者激发 或者训练你 将神放在你里面的恩赐 发挥出来 去完成 神对你的计划 以及呼召 牧师做这件事而已 没有要求牧师做多 超过这件事 这是不正常的 听清楚吗? 没有教错 我只是肥子做这件事 没有教错 所以牧师是做什么? 牧师是帮助你 可以生存到很有安全感 牧师是帮你什么? 是帮你有归宿感 有方向 你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 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 什么时候应该休息 什么时候应该休息 什么时候应该搬钱 什么时候应该休息 不要做到重癌症 OK? 之后你是虚本的 OK? 所以要归宿感 不要有孤独感 不要被人打压去边缘化 骂你便做这件事 让你边缘化 骂你错 牧师经常骂人 牧师要让你有归宿感 是我说的 之后 牧师要帮你自我实现 自理成长 产生你有使命感 知道神对你的呼召 所以按时分量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是领袖 如果你觉得神呼召你 就是领袖 如果你也不知道 看不明白他需要 你又不懂得 他有生存到 有安全感 你也不可以让他有归宿感 很自然的 如果你是做个小组组长 你的组员不是来参加你的小组 是什么原因? 他参加你小组 又没有安全 生存到又没有安全 你探望他的时候 会吓死你 你探望他 可以不去离 哈哈哈哈 你小组又没有归宿 很心不自在 要三请六吹 三请六吹 电话扣露 爆 他叫做给面子 应酬你 下来来一次 代表什么? 他都没有归宿感 因为为什么? 他觉得你在你的小组里 他被你骂 他很没尊严 很没面子 还有他有难卡的时候 你帮他抹大一点 伤口耍盐 他还来到森林 你和他的小组里都很伟大 有些人问我 牧师 我不会去啊 我觉得你很伟大 嘩 你这么痛 他那边被炎灑你 还要去 你很伟大 我觉得你很伟大 我真的很伟大 我真的很配方这样的人 是我 去正傻的 我跟你说 傻瓜正去 我回答你 参加你小组里 他说是瘋的 我没有太大 看起来 弟兄姊妹 成长 所以整个末世 耶稣结束第三个考题 是按字分量一些 不是吧? 你不要看山羊 看到这个恐怖 恐怖没有? 弟兄姊妹恐怖没有? 山羊 连天子教都知道 你这样的 是天子教描述魔鬼 你知道它是什么版本吗? 这个版本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叫做潘 潘 潘什么? 潘神 这个希腊 希腊的一个神 龙叶神 你看卡顿 他就出现了 他头是人的 下面是羊的 身的 原来魔鬼这个样子 按照这个版本 变出来 天子教这样变出来 魔鬼是这样的 不是 这个是天子教 在教会黑暗时期 描述魔鬼的样子 是用什么版本? 希腊神话里面的 龙叶神 姓潘 潘神的版本 演变出来 为什么是选这个呢? 天子教 因为是由这个样子 变出来 你知不知道 罗马天子教 将那个山羊 是同等于什么? 魔鬼 弟兄姊妹 你说你不爱做绵羊 没有相关的了 我刺山羊 没有相关的了 有什么问题? 现在我换个画 你像魔鬼 有问题 所以耶稣说什么? 你们是米亚巴拉罕的子孙 你们是谁的子孙? 你老爸是谁? 你老爸是魔鬼 耶稣直接的画 所以你问你旁边 不像羊没有相关 千万不要像山羊 和旁边说 所以你不要回来教会 山羊是怎样的 你不要回来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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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山羊 你不要回来教会 你不要回来教会 是好看不好吃的 你不要这样 说就一流 就就下流 你不要讲就一流 做就下流 你不要说什么 你不要说 是男跟女都分不清楚 你不要说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分不清楚 你不要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分不清楚 你讲就是基督徒 看到你又不像基督徒 搞不清楚你是否基督徒 你不要做到这样 你不要说 识一点一点 尾巴就卡上来 很骄傲 一朝得意 義無倫次 你千萬不要搞什麼 你不要人家說你 好像露打 人家勸你一句,你不要露打 不要這樣的 不要這樣的款頭 不要那些性格 很孤僻的 要人家遷就你,順你 要什麼都要聽你講 你霸道,夾夜晚,萌室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像誰 你是綿羊還是山羊 成直山羊 山羊,大家要小心 大家明白這場道之後 大家要小心 當我說你像山羊的時候 我說什麼? 你像魔鬼 我不要說魔鬼 當我罵你,成直山羊 你知道我說什麼? 大家知道嗎? 我們是秘密 不要跟別人說 這樣我們罵人家就不知道 哈哈哈哈 他們是多壞 哈哈 所以沒有聽到這個道 真的有福了 我罵你,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就是山羊 山羊是什麼? 大提來講 山羊是爭了一件事 山羊和綿羊 在整個耶穌講的教導裡面 是說的一件事 山羊是沒有了憐憫的心 是嗎? 他看不到別人 他看到別人辛苦的時候 他不覺得很慘 他沒有一種感覺 他很慘 有一種衝動 他想幫他 聽到那個弟兄 他犯罪了 跌倒了 他很慘的時候 沒有了尊嚴的時候 他沒有一種憐憫的心 想幫他遮蓋 沒有想幫他講一句好話 沒有 聽到別人說話的時候 你不要撐幾句話 來撐他 我沒有 你看他沒有飯吃的時候 你自己又吃 又鮑魚而吃吃的時候 你不要送他一盒叉燒飯 或者叉燒包 你看他很頸渴的時候 你沒有拿一杯水給他喝 你沒得住的時候 你家裡這麼多房 你這麼多廣場收租 有一間城市租不出 你就不要給他住 如果你有憐憫的心 你不可以做 你叫什麼? 你是一個鐵石心床的人 山羊就是一個鐵石心床的人 去冒了一個憐憫的心 簡不簡單 簡單沒有?弟兄姊妹 簡單 所以耶穌問你的時候 不要賴我 我答了 給了答案你們 怎樣分山羊和綿羊 是看你有沒有憐憫的心 是看你有沒有憐憫的心 如果你是鐵石心床的 你沒有上去耶穌問你的時候 我沒有說 你不要冒我 沒有憐憫的心 的基督徒 我想問大家 是不是基督徒 其實不是好基督徒 和壞基督徒 是不是真的基督徒 和假的基督徒 一個沒有憐憫的心 的基督徒 我很懷疑他 他是不是基督徒 真的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我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牧師 不過我鐵石心床 看我可不可愛 是否虔誠 我鐵石心床 我沒有感動 什麼沒有感動 這些人都是抵死 你知不知道誰做得最多 不是你 是我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聽過我的訊息 一說一說 你們有罪了 你們都是罪人 你們都是 不要見到同見情 不愛上帝 你們不奉獻 誰說最多 不是會有人說最多 牧師說最多 所以我要小心我自己 牧師最容易鐵石心床 不是你們 如果是第一姐妹 跟近人說 幸好我沒有做牧師 哈哈哈哈 哈哈 但如果神呼著你 牧師就小心 不要失去你那個憐憫的心 做基督徒 不要失去你憐憫的心 因為 看到這個照片 我很辛苦找到 看不到的字 我告訴你 上帝正有憐憫的心 我沒有 穿什麼衣服 就是牧師 這個是牧師 牧師 牧師跟你說 說什麼 牧師救你 牧師救你 牧師這支槍要殺你 他講一句話 上帝 他有臣的憐憫的心 我沒有 牧師說 嚇死你有沒有 嚇死你有沒有 嘩 不知道誰那麼大整固 他唬了那個照片 哈哈哈 神是慈爱的,他却没有爱 山羊 神是慈爱的,他没有爱 我们经常说神是爱 他是不是基督徒,我很怀疑 很怀疑山羊究竟是不是羊 神是信实的,他却爱说谎 听我福尚没有?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有个童话,那些木偶 他一说谎,那些鼻子就很长 所以牧师讲台讲,他有没有说谎呢? 在说谎,神是信实的 牧师讲道说谎,牧师是否应该死 小心啊,顶姊妹 山羊是不像上帝信实,他喜欢说谎 神是公义的,他却不公义 我会找到这张照片叫奸人坚 香港人就简单 你不要做基督徒做得好像奸人坚 在旁边的卡顿都很传神 奸不奸啊? 你不要像个奸铲那样,行不行? 兄姐妹 啊... 没有做基督徒做得奸人坚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我们却不公义,奸到死 你有没有? 神是全能的 我们像什么? 我喜欢找到英文 怎么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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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是什么?是毕童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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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以黏一棵树,之后就干,没用,当火烧, 这就叫废柴, 原来废柴这个字是出于圣经,出于欲汗福音, 耶稣说葡萄树的比喻当中。 所以,你不可以做废柴怎么做? 你要黏着耶稣, 你要黏着耶稣, 支子连起葡萄树, 你不要常常逃避, 圣灵感动你,回来教会, 回来教会, 我听不到,我听不到,我听不到, 圣灵跟你说,回来教会, 回来教会,你听不到,听不到, 圣灵说什么?读经, 我听不到,我听不到, 我诈不知,诈不知,听不到, 诈傻扮懵, 逃避, 之后,你慢慢就变成废柴, 圣灵感动你,祈祷, 肚子连起葡萄树, 慢慢就变成废柴, 可不可以做废柴? 千万不要做废柴, 所以你记得葡萄树, 枝子要连起葡萄树, 因为你的神是全能的, 神是永恒的, 山羊就过了, 看不到为什么用这张照片, 这个是什么白, 白钢,standard steel, 神是铁, 神是铁, 但是神是铁是一百年后, 是否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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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是什么? 虽然游七游到很漂亮, 铁的,铁会不会生瘦? 一百年后, 要否响, 响了, 要过去的, 所以选这张照片, 看起来也很漂亮, 看起来, 现在, 所谓一个基督徒, 经不经得起考验, 很重要。 你没有三分钟热度, 很危险的, 兄姐妹, 你三分钟热度, 你经不起考验, 你叫什么? 你叫山羊, 你还未叫绵羊。 所以, 最终的答案, 当一个基督徒没有怜悯心的时候, 叫做, 基督徒不像基督。 老虎生两个儿子, 像不像他老爸? 因为, 虎乎无犬子嘛, 这个犬, 老狗嘛, 可不可以, 老虎生的儿子, 像这两个狗头碑? 有没有可能的? 有没有可能的, 所以基督徒应该像谁? 像耶稣, 不过你不像耶稣, 你像那只山羊, 你觉得你正不正常啊? 恶到我老婆, 都是唐人来的。 我老婆第一胎生了我儿子, 我密斯, 包着一个鸡鸡鸡鸡, 跟我说, 这个是你儿子?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我第一句想起来, 有没有搞错啊? 你都会说啦! 老虎和老虎生了我, 你会不会觉得搞错啊? 兄姊妹, 基督徒不像耶稣, 你会不会觉得搞错啊? 有没有搞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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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姊妹, 千万不要搞错啊! 有样子看啊!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比拟的时候, 耶稣说这几句话, 这些人要往永恒去哪里? 那些山羊啊! 要落地狱啊! 那些绵羊啊! 要去永生啊! 所以这个考地很重要啊! 兄姊妹, 这是天堂和地狱的考试来的! 千万不要考试, 千万不要蛤佬啊! 你跟旁边说, 千万不要蛤佬啊! 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蛤佬啊! 因为Heaven和Health的分选择来的! 啊! 两个题目五十五十, 你都选错, 考试早就给了你, 答案今天我说了, 你们明白了啊! 千万不要考错啊! 你个肥佬, 你跟他说, 抵不抵死? 抵不抵死? 兄姊妹,抵不抵死? 如果你都考肥佬, 抵不抵死? 抵不抵死? 不想那么抵死的, 我们站起来, 我们来唱首歌, 一定学习练蚊! Sister Carissa, 联蚊! 耶稣, 眉色的羊, 联蚊! 好萨玛利人, 联蚊! 所以问你自己, 有没有联蚊的心? 我们站起来, 唱一首歌, 我按一按吧! 放大声一点点! 我们接着这首歌, 来思考, 我们自己有没有联蚊的心!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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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祝你, 给我, 一个, 守教的灵, 好让我, 能守在, 你的, 祝你, 如同, 耶稣的生命! 祝你, 祝你, 一个, 谦卑的心, 给我, 一个, 手教的灵, 让我, 能守在, 你的, 祝你, 如同, 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 祝你, 借上你, 以下, 艰难相信你, 尚尚只慰为你, 以上, 有据随你。 是的, 亲爱的耶稣, 施恩来问我们, 用我们谦卑的, 有一个受教的心, 你学习, 如何, 在教会, 在我人生当中, 活出一个, 联盟! 给我, 一颗, 千辈的心, 给我, 一个, 手教的灵, 好, 让我, 能坐, 在你的, 帮助你, 如同, 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 更顺的依靠,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 更神的依靠, 词未来! als 责, 神, 神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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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 以神, 有根, 随你! 我们低头来做个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怜悯射免我们过去的无知 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教导影响 被这个世界的思维影响 我们成为一个夜神露气的基督徒 我们今天记住圣灵的感动 听到这个信息明白过来 原来耶稣要求我们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有一个怜悯的心 求你让我们有谦卑求你 我们赐给人一个仇教的灵 用圣灵带来我们进入真理 让我们活出一个有怜悯心的基督徒 一个有耶稣形象的基督徒 让我们面对审满海上 审满的时候不至于被淘汰 主啊施恩怜悯我们 施恩怜悯我们 施恩怜悯我们 求你赐福恩道 恩公我们 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念像 满有怜悯的心 帮助我们 我们渴求 我们呼求 我们渴望你施恩和怜悯 求神你赐福祝福恩代 那些真心寻求你的人 我们以此祈祷让黄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给耶稣一个掌声 我们平安散会 多谢大家的参与